嗨,大家好,我是DIY君,最近过得好吗?欢迎你来到我的频道 DIY君致力于帮助你提高动手能力,让你随心所欲的打造自己的家 今天主要讲如何更换锁 在这期节目中你将了解到更换锁的过程,锁的种类,还有换锁的一些注意的事项 我们现在就开始动手吧 如果你不确定新锁跟旧锁是否匹配的话 我建议你把旧锁拆掉之后,把它拿到店里,让店员帮你鉴别一下 这个是带锁的部分是外沿,你没法从外沿拆 比较新的锁,用的都是螺丝的连接,拆起来很容易 稍微旧一点的锁呢,为了美观,它这边没有螺丝 螺丝是在里边的铁片上,外边是一个盖 虽然这种东西啊,它都有一个机关,肯定会让你打开的 你心心找不找就会发现,在边缘有一些卡槽,那么拿螺丝刀塞进去 它是个弹簧的装置,把它塞进去之后,这个knob就下来了 然后这个也下来了,你需要操作两次 那我这个呢,很简单就用螺丝了,我给大家示范一下 Philip螺丝刀 这部也可以用电钻 这个螺丝刀用的时候稍微斜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用电钻的话,需要长的钻头 拆完两个螺丝之后,把它拔出来 把它拔出来,那么锁的拆卸就完成一半了 那接下来呢,是把这个中间的锁芯拆掉 如果你的锁是老的锁呢,拿出来非常容易 我这个是新钻的眼,新木头呢,有一些收缩 所以说稍微难一点把它撬出来 那好,那这个锁拆完了没有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呢,你就可以拿着这个锁去店里边选购你所想要的锁了 好了,拆完了之后呢,我们先来把这个锁安装回去 那么这个呢,叫Latch,它一侧是弧形的切进去的 所以说你在考虑它的方向的时候 假设这边是另外一个门板 那么你这样转的话呢,就可以把它压进去 这样的门就可以关掉了 如果这个门往这个方向关的话 那么这个地方就卡住了,它不会把它推进去 今天做示范的是这种用钥匙的 这种叫Key Entrance Stole Nobs 另外一侧是球形的 在安装它的时候呢,你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用钥匙的地方是在外边 所有的门锁都是可以调的 这个是移动式的 还有种是旋转式的 那在北美呢,这个锁的标准尺寸有两个尺寸 一个尺寸是2有4分之3 也就是这个中间的方形的柱在这里 那么另外一个尺寸呢 2有8分之3 在这里 所以说根据你的锁的中心点 如果你的中心点再右侧一点 用右边这个孔 如果再左侧用左边这个孔 如果不知道的话拿来试一试 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它的构造 中间的柱塞到刚才的那个方形的卡槽里边 然后这两边呢是固定螺丝的 然后先塞进去看一看 这是侧面的样子 然后翻过来 那么恭喜你锁已经装一半了 我们再看另外一侧 有的锁的另外一侧是可以掰的 和这个配套的是拧的 这里边呢用两个螺丝 这个螺丝你需要注意的一点就是看它的后边 这边预留两个孔 这边是一个孔 这边是一个孔 你需要做的呢就是 让这边的孔和它对上 我现在再转 现在没有对上 正好垂直 再转 那这边就对上了 这个凸出来的小铁棍 就是塞到这个里边 三星手女 三星手女发现它有点拧不动了 就被卡住了 所以说它已经结合到一起了 那下一步就是上螺丝了 工具选用螺丝刀就好 如果你要用电脏的话 要非常小心 因为它的速度很快 很容易把它打坏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把这个螺丝塞到这个里边 这边的螺丝孔也是 把它打开 通过这个缝隙大概找一下 就很容易塞进去了 那么找到了之后呢 拧几下 不需要拧太多 拧几 拧几环就好了 然后呢 我们再把另外一个螺丝放上 都放好了之后 再一起收 另外一次也是一样的 你还是可以看到里边的 到这儿能不能放进去 好 我现在大概放进去了 拿螺丝刀给它拧进去 如果你想要的视频请点赞 DIY君节目的主要内容就是装修 房子维护和工具 如果你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快到紧的时候啊 你要争取让这个环和原来的旧的门的环配套 这样的话就不会露出里边脏掉的部分 然后两边看一看 如果都满意的话 那么就可以把它紧固上了 现在的门锁质量都比较差 铁皮都很薄 所以说大家在拧的时候别太用力了 也太用力的话就变形了 如果你在外边的话 拿钥匙拧就可以开门了 那么屋里边呢 这边拧也是可以开门的 那关于这个洞口呢 有两种方式 有的门上啊 有这样一个plate Mortize plate 有的没有就这么一个洞 如果有这个plate的时候 你就要把这个plate装上 如果这个没有plate 就上面这个环套在上面 这个环的目的就是把它加粗一下 让它紧固在里边 不至于随意的动 用它目的也是一样的 把它紧固一下 如果你们这有开槽的话 你就用它就好了 用它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这个是直角边的 有的是弧形边的 如果是弧形边的 你需要用Trisle或者小刀 把边上修成和它一样的形状 它就可以塞进去了 那在你买新锁的时候 不论是这个铁片 还是这个金属套 它全都是给你配好的 任你选择 换锁的最后一步 就是把这个Light Plate换掉 换成新的 买所有的锁呢 都配一个新的东西 就是两个螺丝 拆掉之后 拆掉旧的 换新的就可以了 常见的锁一共有三种 第一种 就是我在视频中示范所使用的 这种带钥匙孔的 它叫Key Entry Door Knob 或者是Key Entry Door Lever 如果你要选择 把手这种 不是这种球形的 那么你需要注意的是 门的方向 门呢分左手边和右手边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呢 把你的门拍个照片 它的开合方向 这样的话呢 电源就会帮助你选择 你正确的锁 一般是房子的外门 车库门 你都需要这样的锁 用钥匙开锁的另外一种呢 叫做Dead Bolt 它分Single Cylinder Dead Bolt 和Double Cylinder Dead Bolt 什么意思呢 它这边是有钥匙的 另外一侧是没有钥匙的 所以说在外边 你需要用钥匙 把这个锁打开 里边呢 用这个就可以 所谓的Dead Bolt 就是这个 它呢就是一个铁柜 主要起到防盗的作用 这是Single Cylinder 那么Double Cylinder呢 也就是两边都是这样的 你在外边呢 需要用钥匙开 在屋里边也需要用钥匙开 那么有些家庭的大门啊 是带玻璃的 那么好多人都想呢 既然是玻璃的 如果他们锤子 把玻璃砸掉的话 手一掰 我的门就开了 那我要用Double Cylinder Dead Bolt 也就是里外全都用钥匙 这样的话呢 小偷就进不来了 但是这样子 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安全隐患 也就是如果 在家里边有紧急情况 家里人要马上出去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 很有可能找不到钥匙 那Double Cylinder Dead Bolt 在你家里边 也必须用钥匙才能打开 那么就出现一个问题 很有可能把自己困在家里边 在你的主门上 最好是上下的锁 全都是可以用手拧的 这样无论是孩子也好 长者也好 都很容易的 把门打开 在紧急情况下 直接出去 第二种锁叫做Privacy Donald 就是隐私锁 它最长的地方就是卫生间 或者是卧室 在里边的人可以把门反锁上 它锁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两侧 一侧有一个孔 如果这个锁坏了 或者是这里边的机械故障 不管什么原因 厕所里边没有人 但是还反锁住了 那么你需要用一个铁丝 或者是铁棍 你就往这里边捅 如果你捅对了的话 咔碰一下 门就开了 那你需要耐心的找一找 多角度找一找 一般情况是在最中心 那么这两个锁相比呢 就是一个高一些 一个矮一些 高一些的这个地方 也就是它可以旋转 旋转之后 就把门锁拧上 你唯一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可以锁的部分 放在里边 第三种锁 叫Unkeyed Doorknobs 或者Passage Doorknobs 它呢 就是作为通道过道使用 或者是closet 不需要锁的地方 那这种没有钥匙的锁呢 还有一个小小的分类 就只有这个 它叫Domied Doorknobs 那么它呢 本身你不需要钻孔 这有两个螺丝 你把它钉上去就可以了 那它没有任何功能 它就相当于一个门把手而已 接下来说说装锁的一些小tips 你换主门的门锁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一个一个换 不要把两个锁都拆开一起换 如果一旦匹配不上的话 你的主门就锁不上了 第二点 在你换锁的时候 很有可能出现一些小状况 比如说尺寸不合适了 一些小的地方 塞冰区啊 尺寸不一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需要准备锤子 Trizzle 还有电钻配上后扫 跟这个情况不一样 你可能需要不同的工具 来把这个锁安进去 如果你不想为自己额外增添工作的话 我建议你在换锁的时候 然后尽量保持它的形状是一致的 也就是锁盖住门的位置范围都是一致的 如果你选择范围不一致的锁 那么你还需要把门整体刷一遍 这个门锁是球形的 另外一种门锁是level带个把手 对于年轻人没什么问题 但对于年长者来说呢 开个门锁都是很费力的事情 如果你的家里有年长者 或者是有年长的人经常到你家来串门的话 我建议大家在换门锁的时候 是个很好的机会把它全部更新成这种把手的 把手的呢 很容易开门 对年长者非常友好 如何更换门锁学会了吗 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想看其他的内容 也请在留言下面告诉我 好 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